我们先打开这个Excel高效试算这个范例 画面就使用一下 我们来跟你分享第一件事情 您看一下在这个地方 1021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告诉我们什么事呢 就是假设他关心的一个公司 他的一个股票 当天的一个什么购买的张数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是10月21号 再接下来10月22号 然后10月23号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首先这几个资料表 他只希望去做整理 例如说统一 这边是不是七反 那1022的话 统一还是七反 他就希望整理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出现1022 然后1023统一还是七反 好 他就希望整理到这个地方 就是出现1023 然后这边出现七反 那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一个叫一银 一银没有嘛 他就希望说整理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出现100这样子的数字 这叫资料的整理 我就问他说 那我可以很快帮他整理 因为他说他现在只是举例 他只举了三四个名称 万一你应该知道台湾的那个股票上市上柜公司 是不是很多很多 像我们关心的行政区也有29个 对不对 所以变成说 你可能就是要去调查这些资料 然后去做资料的整理 他就只希望说 我先帮他把资料整理好 然后接下来他再用肉眼来去观看 他的一个变化情形 好吧 那我就跟他想说 我们先用合并会算 来去解决他很头大的问题 因为他几乎每天都在那边搬移 搬资料 而且搬到最后他都觉得 他搬到底对还是不对 好 那我说 大概如果我会做30秒就做完了 那如果不会做 不会用Ease要 请问你要怎么搬 我会这样教他 我会这样教他 就是 例如说 我现在选这个资料 复制 然后贴到这边 贴上 我比较喜欢用选择性贴上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不是统一 好 然后接下来就搬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边要输入什么 1022 然后这是卫权 卫权是不是要搬到卫权这个地方 然后桃园 桃园是不是要搬到这个地方 可以吗 那万一 左边这边有100家 或者是你觉得这样做 这样做 他就觉得说实在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好吧 我重新把这个档案打开来 你看我怎么做 好 首先 首先 我把资料都整理在这边好了 我把所有这三张资料表 所有这三张资料表 我通通整理在这个地方 那怎么做呢 第一件事情 点资料底下的合并绘算 那我现在其实不管用什么函数都无所谓了 因为我根本就只是在做整理资料 第一个参照资料 我就选1021里面的这些资料 然后新增进去 这边是不是就有了 就是第一个资料表 再来 点到1022 点到1022之后呢 是不是要去选这个资料范围 然后新增进去 再来点1023 是不是要选这个资料范围 新增进去 我就把三张资料表的 我要做合并资料的这件事 范围都选好了 选好之后记得 我要勾最左栏是因为什么 这边有不同的名称 我等一下预期就会希望 有看到统一卫权三商跟桃围 以及什么 一银 还有呢 最顶栏 我就会希望这边看到是 1021 1022 1023 就是这里是股市 这个是名称 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五家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三个 不同的篇 可以哦 然后接下来我直接点确定 做完了 哦 他整个晚上说 天啊 地啊 你是我的神啊 我是说真的 我说 这 这应该是一个很基本的功能而已 好 只是他不知道 可以吗 我这样是不是就整理好资料了 换你们动手来去做咯 看得懂这个资料吗 因为这边是日期 日期 我们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 也就是改成 比如说 简短的日期 就回来了 这个只是那个样式 样式的一个设定 数值样式 那个 还好啦 好 请门线动手做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